五星級的食材 請看食材 好 那首先跟兩邊 特別來賓解釋一下 我剛才很用心看 你們這個干貝旁邊這個 這個麵頭都沒白喔 你們吃到這個干貝 你就補沒法了 那是地頭 還是什麼 現在涼到這就鬆了嘛 現在背後鬆放在湯裡面 你們就用這個來煮 整個的質感就很OK了 它不是不能咬啦 牙口好的還是喜歡吃 那妳先剝掉是不是要丟掉 它可以熬湯 一般都拿來燉湯 跟那個蛤蟆 蛤蟆 蛤蟆也有一顆 那麵包很潤 對啦 其實它不用厚對不對 不用厚 我們重點強調是 蛋酥跟蛤蜊的結合 那你越薄的話 它熟成的速度就越快 也好入味 對 也好入味 很容易就入味了 薑的部分 我們切 我比較建議切薑絲 因為你這個時候 你的薑絲的味道是跟著蛤蜊走 最尾巴起鍋的時候 薑絲再跟著料貨進來 跟蛤蜊 它一下子就做到提鮮的動作了 所以一根絲瓜 大概只需要一湯匙的薑就夠了 差不多 差不多 無外乎就是告訴大家 你怎麼樣讓 煮材料跟副材料之間的互動 它是一致的 這個一定要記清楚才明白 要不然你就會搶 是 玄冰國主做菜 所以它那個紅蘿蔔 其實也是一個配色的概念 一個配色而已 一個配色而已 那你那個一進來 讓它色澤會顯得鮮綠一點 OK 這樣就好 用紅蘿蔔的顏色 這蔥 也是一樣 不要切蔥花 你可以切小段段大概 一公分左右就行了 蛋酥它有個比例在的 有 蛋白不宜過量 蛋黃可以多一點 因為蛋黃是促成它 容易變酥的一個蛋香 它會出來 三個蛋黃一個全蛋 這樣就很高 這樣就很高 但是這樣 針對我們等一下去炸蛋酥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阻礙 濃稠度很大 加點油 所以你這個時候 你們看這個做法很重要 是 蛋酥會變得很漂亮 油下去 你不用炸 油下去 你把它薄 這樣薄一薄就好了 你不用怕你油越多越好 對你的蛋酥 再倒 這麼多油 它油會回歸 它會回到這裡來 你這樣算雙倍就對了 對 油現在有180了 190了 來 那油進來以後 先把香菇 胡蘿蔔進來 薑跟蔥先別急 不用急 不用急 薑不用先 不要 薑我們等著最尾巴起鍋 再直接加就好 肉卡真的是 沒有 這個時候我放一點點的鹽巴 去軟化它的絲瓜 也可以出水 好 然後來 乾貝湯進來 我們的調味湯進來 不用太多 因為絲瓜會出水 絲瓜它會出水 接著下來這邊燜的時候 來 我們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袋數很漂亮 要拉越高越好 越高越好 它剛才油會回歸 然後放鬆開來 它的袋數會變得很均勻 對 沒錯 這拋下去不要把它拉 你把它拉它沒熟 會變成整塊雞蛋了 你現在差不多一段時間 二十秒煎隔魚 你把它揹一揹它就鬆了 而且是關火 一定要把火關掉 我讓餘溫去把它厚熟 油溫太高了 這時候再開火 讓它逼油 把油逼出來 它在裡面就不會吃油 這個蒸起來 有香氣了 你們看見 很香 很香 你們剛才蒸的兩桶 有香氣嗎 炒在這裡 你說如果要的蛋絲 讓它有鹹 你現在才會煮鹹沒關係 好像肉粥 下去了 整個都軟了 我現在直接把餅子拿下來 餅子拿下來 我們剛剛做的 十二秒 十二秒 開始吃 一二 這時候都不能勾芡 不可以 還沒勾芡 那個菜圖形的 讓它知道溫度很高 夠了 開了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剛拉開 現在開湯水都給它 在裡面 對 有 我到現在還沒調味 讓它丟得好像固固 不會說 絲瓜筋 對 所以勾芡的不用勾太多 不要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這樣就好 我現在起鍋之前 OK 把薑絲 蔥花進來 漂亮 你連香油也不要放 米酒就好了 漂亮 放米酒是要做的 你有蛤蜊 蛤蜊 提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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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還有重點來了 還有重點喔 蛋酥 豬腳 漂亮 好 等一下 來 謝謝 蛋酥會絲瓜完成 歡迎 謝謝 非常完美的五星級 蛋酥會絲瓜 好 請吃 來 蛋酥會絲 鮮 每個味道的層次都很分別 可以 回家